7月5日,天后李文因抑郁症轻生去世,终年48岁 据李文姐姐李斯林发文透露,Coco在数年前就不幸患上了抑郁症 长时间与病魔斗争,但最近病情急转直下 7月2日在家中轻生,送院后一直昏迷,经医院团队努力抢救及治疗 最终回天乏术,于7月5日与时长辞 李文近期情绪屡线低潮,家人24小时轮流陪伴 朋友也长表关心,没想到仍无法阻止汗事发生 她在香港家中轻生,80岁母亲第一个发现她昏迷 赶紧打给另外两个女儿,之后再报警 并把她送到医院急救,可惜最终无力回天 突如其来的噩耗让人措手不及 演艺圈许多艺人悲痛发文哀悼 蔡依林说永远记得灿烂笑容的你 王心灵则写道,谢谢你带给我们那么多美好的音乐和难忘回忆 其他艺人小S、吴康仁、陶晶莹、郭彦均等都发文表达不舍 李文所处的华纳医院公司也发文悼念 表示虽然coco离开了 但希望她的爱和光芒永远照耀着每一个人 据悉,7月2日当天 李文中国歌迷会曾在微博公布了一段她的40秒录音 李文的声音清晰有力,听不出任何异样 除了感谢粉丝,也表达了对大家的思念 现在听来格拜让人逼酸 亲爱的,我是coco 感受到大家对我的爱跟支持 然后你们做我的后盾 我会加油 这段时间呢,希望你们自己身体健康快乐 我非常想念大家 我在努力努力 想念你们,我也非常想念你们哦 爱你爱你 谢谢你们,非常感兴趣 谢谢你们,非常感兴趣 爱你,大家